世界胜功消息 解剖学小姐 亚比盖就读于加纳妇林护理及助产学院 但她没有时间预备课程 为了筹措学费 她在校外努力工作 没有办法专心在学业上 尤其是解剖学课程特别困难 于是亚比盖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她参加了第一次的解剖学小考 出乎意料的 她得了全班最高分 第二次小考也是一样的结果 几周后 亚比盖参加了其中考试 结果得了满分 她起初不好意思和同学们分享 但老师在全班面前公开表扬她 从那时起 同学们都知道亚比盖在解剖学的好成绩 并亲切地称她为解剖学小姐 到了期末考 她的解剖学又得了满分 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非常优秀 如今亚比盖三年的护理课程已过半 她是全校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 她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上帝 并在参加福音周后决定接受洗礼 亚比盖渴望为上帝而活 但她的家人却对受洗仪式有所抵触 她祈求上帝能打开他们的心门 请为加纳复林护理及住产学院的 770名学生祷告 本季的部分捐款将用来帮助 扩建学生课室和宿舍 申请入学人数众多 学校空间却有限 让我们慷慨解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